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梁建棠先生 你好 阿康又見到你 又你了 多謝你下班馬上趕過來 多謝你邀請我 很感動 其實我是 你說感動我是看完你寫的那篇文章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看到你是怎樣去 為這個劇壇和服裝界去做很多事情 我看到有血有淚有汗 有汗 對 什麼都有 有汗 你剛才趕過來都生水生汗 對 因為剛才上班 所以盡量你 對 但我很有趣 我剛才打電話給你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印象中都是做自由工作人員 你說要上班 為什麼要去做 晚上才對 對 晚上才對 但為什麼你要去做正職 其實我做正職做了六年 都猜不到 我入行十幾年 因為我已經是九六畢業 應該十幾年 我一般做做Felan 因為做Felan 比較自由 睡到幾十幾點也無所謂 但後來覺得大過兒子 應該要 因為做Felan很窮 真的很窮 沒有錢留 基本上你沒有住宅 但你已經有很多工作了 你都說沒有錢留 很多時候做Felan 你左手來右手去 或者可能這錢 可能就是 這裡收了一張票 突然說收到票很開心 不如先洗一下 或者可能 沒有一個很長遠計劃 所以大花童的情況下 我覺得 這麼大兒子年紀都不輕了 打開 因為我按提款機 但銀行戶口 都沒有什麼結餘的時候 就是時間要想一想 還有後來 因為我第一份長公是做的士尼 香港的士尼樂園 那時候是2005年開張 所以剛才找到我 有沒有興趣去做 我覺得 做長公選的士尼也不錯 於是我就覺得 學一下東西 還有 就是品牌這麼大的時候 應該有什麼都好 於是就進去做 所以從那時開始就愛上做長公 是的 做長公很好 因為我覺得 基本上就是 可能你的收入會比較穩定 做的事情有計劃 但是做長公之餘 我都要靜一雞 即下班 或者做一下表演 仍然做一下舞台的事情 因為真的離不可 是的 但是真的有些時間可以兼顧到 你長公已經很長 都開頭辛苦 因為那時剛才讀書的時候 是回寫字樓的 即是朝九晚六的 那也是剛才他開張的時候 那時就比較緊張 那頭一年我是沒有怎樣做街外秀的 但是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始終一個樂園 即是主題樂園 和一個舞台的世界是很不同的 但是又有些共通點 就是因為那些同事是穿那些叫戲服 因為他們要扮 即是十九世紀的村民 或者他們買堂也好 他們都要生活在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有角色的 那我的工作就是 第一就是要給衣服去穿 訂衣服去穿 以及教他們怎樣擺姿勢 怎樣去表演 做一個很有禮貌 要記住要笑 要穿得整齊 做一個叫檢察官 就像一個運動主任那樣的工作 叫做服飾的指導 那我也挺適合我做的 因為做起舞台會督慣演員 好了 難怪你穿得整齊一點 可不可以有些笑容 頭髮可不可以梳得漂亮一點 頭髮不要太長要剪 很多時候要做這些工作 我覺得挺有趣 令到我很習慣在舞台上 現在都會指導演員 記住你的棋是怎樣的 你怎樣去表演你的衣服 現在我也覺得挺幫助到手 很有趣 好玩的 好開心 但做那個貼文 在外國美國做這個貼文 叫做指導的工作人 是四面受敵的 因為通常演員是不習慣被人說的 你說我頭髮梳得不漂亮 你說我妝化得太濃的時候 其實人們會心會不開心 很多時候 在美國做這個貼文的人 在每個人的化妝間 在那個休息室裏面 有她的照片被人扔飛鏢 所以如果在香港 可能我將會這樣做 但是很有趣 我人比較樂天 或者我人說話比較開心 所以將一件很嚴重 或者很認真的事 用一個指導 或者開心的角度去說 反而我在香港 都沒有被人放飛鏢 也挺好的 你有沒有去過鑼井橋路看過 那一陣子應該沒有人打掃 我又不太知道 但我又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認識到很多朋友 因為我覺得 可以認識到很多行業的東西 特別的東西 當我在現在設計 在舞台上來說 譬如那時認識到一些酒店 一些餐飲 一些設計 現在做設計的時候 都會想到一些 如果假如是做酒店的故事 譬如酒店的角色的時候 我會完全可以用到那些 有些想法 放進去 我相信可以幫助 不過我只是做了三年 三年之後 我就過了澳門 另外做了太陽劇團 現在都在做 就是做一個服裝的製作 做新衣服給那些賣戲團的朋友穿 又是另一件服裝上的東西 為什麼我過去 因為太陽劇團的衣服是第一 對於服裝來說 因為無論它的設計 或者它的剪裁 都是有些料到的 我打算用一個朝聖的心態去做 所以我就去學 而那個公司是零設計 設計是從加拿大 我現在去行動它的設計 就像以前做統籌的工作 對我來說又可以 但學到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是很仔細的 很快的 無論在一條線裡面 譬如一格一吋裡面 車幾多個針都這樣計算 所以我現在看的東西 就比較仔細一點 所以無論在我現在做設計的時候 這幾年的東西又漂亮一點 就是仔細一點 精工一點 其實要求不同了 不同了 我覺得人類好像有進步 都是這樣的 每個年每個階段做不同的東西 以前我喜歡做VA 因為喜歡自由 喜歡自由奔放 喜歡做什麼 但我長大的時候 又可以做長工 又學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的 但你現在不是去澳門的嗎 不是 我們搬到回香港了 所以這段時間 我這幾年在香港上班 所以我不是趕船過來的 我只是趕車過來的 只是趕車過來的 那時候在澳門 你也看很多表演 其實是不是應該 澳門的主要 主要看澳門的表演開張 還有其他 澳門的表演那時候不是很多 只是剛剛發展 反而我多回來香港搞表演 我那個生活就是下班 5點 6點鐘下班 立刻衝過去港澳碼頭 搭船回來香港入台 那時候還做很多舞台的表演 因為始終澳門的表演 始終他們都是穩定的表演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有些時間可以充裕到安排到 我還可以做到 一些舞台香港的表演 仍然找到 香港人找到我做的話 當然要做 所以很多時候我就會 那個表演就是 晚上過來踢 給完屁股之後 立刻回答夜選 那段時間是辛苦的 辛苦 但那個《紅寶仔》就很吸引 也不是 做舞台的人哪有賺到錢的 不是 但你頭頭說 你做自由男士都能生存 我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節省到錢 即是償到錢 未至於很厲害 未至於有金光一度 有些條光罐仔 那些 但我覺得好些 因為穩定些 心度舒服些 因為我不再 好像以前那樣 那麼收入 即是不在於 即是我的說話 不在於現在很賺很多錢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現在起碼不會零元 很窮的 做自由男士 真的嗎 真的會零元 為什麽呢 我試過拿著搭報板 即你要做秀賣報板 那些監製還沒給錢 我戶口裏面 只剩下幾十元 即是 即是打給監製 你快點給錢給我 我要買報 即是那個時刻 只是在家裡等人 過錢 而去買報 你想想多恐怖 就是 為什麽會這樣窮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有些秀賣 資金要周轉 你可能這個秀賣 要電落下秀賣 或者要找給師傅 而監製還未被找到秀賣 很多時候要這樣 即是這個監製 其實都很危險 你其實記得這些秀賣 我真的不記得 我也很差 不過沒有辦法 真的要 要抹下 很多時候會 這次不知去到哪裏 所以我唯一做財政 就是財政是開心 但唯一是一個不好 就是沒有一個 即是淺癮的 或者是一個 財政上的管理 是差一點的 會不會呢 你有了職責 即人的心物定錯 所以你就會 譬如你可以選擇 選擇做什麽 因為不用為生活 你可以選擇 所以就令到你 近這三屆 你就取得了這個 舞台劇獎的最佳服裝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其實是經濟的心 對 其實也是 我同意你這樣說 其實真的是這樣 我現在真的很慶幸 可以選擇自己 喜歡做的設計 我經常都 這幾年 還可以 導演帶回來 阿棠有個表演 適合你做 什麽先 可不可以玩先 適合我做先 我還可以去選擇 或者很多時候 我會告訴你 可不可以讓我看劇本 風格是否正確 我還可以有一個主導的選擇 而不是以前 以前有個時刻是攬接的 是 當你很為生活而攬接的時候 你根本的質素 可能會比較不穩定 可能看得不太好 當我沒有經濟壓力的時候 我會很開心很輕鬆做 買布又買得輕鬆些 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 真的會更漂亮 因為有感情 有時間可以放進去 真的 我同意真的這樣說 是的 所以我也很慶幸 這三年有機會可以走上班上台 其實很久了 是的 我連續三年 看到你 我很開心 只是開心到 第三年 甚至剛好過去一年 上台都更口震震 因為不是假的 那件事真的不是 上台假裝感動那些 真的不是 上台真的很緊張 還有真的很真心 有人感受自己做的事 有人看到 是的 還有台下那些 拍掌拍到 真的浸到 我很開心 是的 我聽到 我覺得大家都很疼我 還有很多人都很喜歡 我覺得第一年 我跟陳偉忠說過 阿唐你講句話 我很喜歡 我說過什麼 我忘記了 他說 他說 希望梁建棠的服裝 可以成為你們買票入場的原因 他說 很值得他記得的 就是 不只是 演員可以吸引到 不是那個 就是那個 演員可以吸引到的觀眾 其實很多時候 其他的 不同的專業 或者不同的部門 都可以吸引到觀眾 去看他的演出 我覺得 他說這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令到他很有感覺 是 如果反過來 他這樣說的話 或者你這樣說的話 是否其實 舞台的服裝設計 現在你還覺得 始終好像被人覺得 不是像編導演 那樣 令別人去注目 會不會 始終 我想都是 以前都覺得 應該說 表演者 或是演員公司 才是一個最主要的 觀眾可能是看電影 其他都是輔助的 無論梳化服 台燈聲 都是協助的 但是我覺得 好像這幾年左右 或者這十年左右 其實觀眾都很厲害 看慣美的東西 我們看慣演唱會 知道哪裏有爆破 是 如果歌聲電衣不漂亮 你也會聽他 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慣美的東西 觀眾的質素都提升了 所以 現在不只是看舞台上 哪個演員的演技是怎樣 而是看製作 或者看到你有沒有鋪牌 或者有沒有心機去做 有些人擺明是沒有錢的 看到他也很窮 但是他有心機到 你做了一些裝置 或者一些感覺 會令到那套戲加分 所以我覺得前後台現在的作品 或者藝術性 其實是高了很多 因為觀眾要求高 所以我們都不敢 所以很多時候 知道觀眾是厲害的 所以我也抱了一個心態 就是 我是最後的 就是 再做完這個 就應該沒什麼機會做 所以做好一點 我經常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 再機會有人找我做表演 或者有一個設計 是 我覺得不應該 而且觀眾可能只是來看一場 假如你做得不好 觀眾會被你嚇怕 以後不再來 這個是我做主題樂園的時候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我跟同事說 你穿得不站起來的話 這些客人就不會回來 因為被你嚇怕了 所以我現在的心態 我現在做舞台設計 都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不留力 有時候你走去買布 看到你的布很漂亮 不如繼續自己 下次再用 現在真的不會留布 現在是有什麼漂亮的布 先推出來 因為沒有機會再用 放在籠底也沒有意思 不如先讓觀眾看 先看吧 好 看吧 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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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著又開心 觀眾看又開心 我自己做得開心 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我都覺得現在是這樣的心態 是的 你獲獎有三個表演 是的 這三個表演 是否真的你自己最喜歡 我這三個表演 最喜歡 我喜歡 我最喜歡的表演 很多表演都很喜歡 因為每個表演都是自己的寶寶 還有我很喜歡自己買布 我上次說自己很喜歡自己買布 我自己選擇配搭的時候 每件事都是經過我想的 是的 有些設計師會很依賴助手 去幫他找一些東西回來 而那件事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協助性 所以那件事就未必那麼入心 我呢 基本上是一粒樓 一條布條都是自己去買的 那我對每件事的配搭就很入心 所以呢 所以很多個表演的角色 或者是戲碼 我都很喜歡的 譬如剛剛 譬如得獎那三個 我喜歡的 譬如我畫劇團的那個《墨樓沙包》 那它是 很多朋友都告訴我 那是一個很不像梁建堂的風格 通常我的風格都是閃閃亮 就是珠片冰冰冰 或者是 橙到眼睛盲 那些 而那個歌曲我是刻意地沒有用珠片的 因為我覺得是一次一個 你可以在現實裏面 在一個北方 就是中國北方 敦煌有這樣的地方 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用回這樣的角度去做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很驚訝 那個歌曲很細節 我另外覺得 也挺有趣的 自己會想不到原來自己這樣的可能性 是 或者有些角色很喜歡的 譬如可能他做W的時候 軟到爆的 機米膏也是我自己很喜愛的角色 或者剛剛完成了裙子的Mr.Diva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很想穿的東西 放上去 Mr.Diva那個真的笑到死 第一回合的時候 那個梳化 連他的衣服 茶杯 茶杯 布景梳化 電斗篷 布對鞋 和一塊布 他一出來笑到真的卡卡 因為想用的感覺就是 給觀眾直接很感覺到 它是一個高高貴貴 有漸漸的感覺 對 漸漸的感覺 所以我很開心地 觀眾都感應到那個配搭 其實這個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成功之處 真的觀眾是看到 是那個服裝的重要性 服裝是給多了東西出來的 不只是那個編導演那樣東西 而服裝那裡 還會說多些訊息出來 而且以前都會幾分部門 現做舞台就是 報警做會有報警 三還三 燈光還燈光 至於到時你入台見 那裡也會感覺 在演藝讀的時候就好一點 始終都會學院派 他就會走來看看你的衣服 燈光設計師看你的衣服是怎樣 再想一想 出來就很少 但反而 譬如Mr.Diva那樣 真的會 我會主導告訴 報警者是知道 我想一個想法是這樣的 不如跟你合作 報警裡面一定有這樣的 背景可以這樣的做法 趁到件衣服可以黏景 大家覺得黏景是離天大序 衣服跟景色黏起來 是不應該的 但我就覺得 不如我們就還黏景 看看那個可能性是怎樣 所以我給了一個想法的時候 其實都很開心 你做出來的效果是挺好的 好 我覺得現在很有團隊的感覺 我覺得 舞台這麼多聰明人的時候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切磋一下 有沒有哪個製作品 你是最有印象最深刻的 最有印象最深刻的 我太刀兩死了 我都很難去記得 一一記得 我覺得自己想一想 你這樣問我 我突然想一想 我其實這樣說 我這樣說 我很多歌曲都很喜歡 但我曾經試過一些難題 是想不到的 我記得以前很多 大概十年前 做阿占穗文 他們有一個叫做 小孩小孩展示 設計魚蛋 雪糕 還有薯片 很難想的 如果你是設計皇后 我知道皇后一定有個嶺 一定有個公主 一個公主就 可以想 那薯片是怎樣想的 那一杯雪糕是怎樣想的 那我是唯一的事 我是走到書局 去看食譜那邊 去研究一下 那一本雪糕是怎樣做的 或者在薯片裏面怎樣配搭 當我們想通了之後 就覺得很舒暢 會這樣那些 或者現在的時候 譬如剛剛做了 《女帝奇兄傳》 可能是做《武則天》 而一個很創新 所謂很像Crossplay的做法的時候 其實觀眾未必會接受 但我覺得有一個突破給自己 導演又給很大的支持 或者說你玩吧 不要緊的 躺你去吧 總之是可以的 那樣 我覺得很大的支持 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很多人支持 除了你的衣服 你要想得所謂漂亮 或者配搭也好 演員又懂得穿 他懂得怎樣擺好姿勢 怎樣處理你的衣服 化妝或者整頭那個 會怎樣配合你 而加一些新的東西上去 燈光又因為你的衣服 於是怎樣撿燈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配合的 很多時候都很… 所以現在很多表演裡 都有些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些表演令我覺得 大於我有些甚麼表演 這些衣服令到我覺得很大印象 是 是 你是不是 譬如說香港人想起 要華麗的 華麗的舞台服裝 就會想起 這個是不是真的 變成了你的風格 我覺得是 暫時是的 我相信一定會有其他朋友來 一定會有很多很聰明的人 很漂亮的衣服 暫時你覺得 華麗的 很漂亮的 都會很開心地 會想起我這樣 有時候很開心的 演員都會看到你的衣服 跟你說 原本阿棠 我拍戲拍得很不開心 因為我不知道你怎樣做 我覺得我會用到你的衣服 我覺得原來我給了信心演員 令到他找到一個信心的時候 他上台 演員上台最重要是自信心 我開心地 我的服裝有時候會幫到他 你怎樣看香港的服裝設計 這一行業 首先如果你是全時間去做的時候 就跟我剛才這樣說 就是窮 就是 你要小心處理一下自己的經濟 或者是你安排一下那些東西 但是 但不可以這件事是嚇到大家入行的 因為我覺得 香港設計仍然有空間 還有很大接收 很大接收能力 因為我們走得很快 因為我們無論潮流 或者我們喜好 其實香港人接收得很快 就是無論日本有甚麼新的 我們也可以 外國有這些Gaga 爆了衣服 那些新的一支支東西 我們也可以 就是我們那個眼界 其實我們都接收得很大 我覺得我都很開心 勸喻如果朋友想入行的時候 其實可以入行的 或者 不過我覺得根基要打得好些 我覺得現在的朋友 就注重想做設計師 就是想我是設計師這個名字 而他自己的根基 或者他還未準備好的時候 我覺得 就能支持不到 就是支持不到 是的 但現在人才那方面是怎樣的 現在很多地方都會有很多朋友 去訓練出來 無論是演藝 Ivy 理工 或者很多不同的媒介 都有很多朋友都會有設計的 就是底部 我覺得好的其實都百花齊放 不只是說 就是舞台一定是演藝出來的 我覺得不一定的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看的角度都不同 或者看學的東西都不同 我覺得 挺好玩的 不過呢 我覺得 要堅持 其實我都是堅持了很多年之後 才有機會做設計 有機會可以再去所謂 就是繼續努力 有機會被人認同可以拿獎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要不要怕吃虧 是的 很多時候 我做這個工作有多少錢 大家互相去港價猜渡的時候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很多時候 你真真正正的本錢 或者你的想法 是奮你的心出發的時候 你的回報不是看金錢 而是你將來會感覺到 見到演員穿得很漂亮 上到舞台 你坐在觀眾席 你感覺到心裡甜不甜 可能聽到觀眾的掌聲的時候 你都覺得 哎呀真的 那個已經可以代口落代 這個就是你的回報 其實都是 所以其實我也鼓勵大家 有朋友想入行的時候 都可以 要堅持 還有不要怕吃虧 還有要打好根基 無論是服裝製作 或者是那個概念 還有不要抄人 我覺得太多參考了 我做設計的時候 我很少看參考書 很少看時裝雜誌 我很多時空時 我都很少 因為我覺得 要順序 去接受自己的 相信自己的想法 還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是 所以我冰冰就是我的風格 我也繼續 像你而一隻 一起做冰冰冰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穿衣服也不同 是嗎 特別開心一點 自信 很開心 如果踩上白雪公主的玻璃鞋就更開心 我給你一個皇冠,但是更開心 我跟著你 我去我的網絡找給你 我會很配 今天又講到這裏 時間很快 謝謝你 你有空再上來和我們再聊天 我開心有機會再聊天 謝謝你 繼續閃 謝謝